你我所在的行业 必然要经历的七个周期 把这七个周期 看透了 学透了 就能够战胜90%的对手 而看不透这个周期 你就等着处处逆势而为 所以接下来要跟大家聊一聊 你应该在这七段周期里面 做什么 第一段周期是起步期 绝大多数企业家 在起步期犯了典型的三种凑 第一种 教育消费者 我印象特别是 在2012年左右的时间 中国刚刚创造出 AR VR这概念 所谓的虚拟现实改变社会 所以我们发了一个天使能源基金 投了全国在各个领域 AR VR里面 做的算头部的一些团队 但这帮团队拿到钱 就兴奋的要死 说拿AR VR要改变全球 百个人世界 改变未来的所有场景 非常兴奋的 做大量的消费者教育 教育谁啊 教育学校 说你以后应该拿AR VR来教学 不应该再带着学生 跑到什么森林里面去了 戴个眼镜 直接实现生动的教学 教育装修企业 以后你应该用虚拟现实 来给用户 做一个房子的装修方案 用户带个眼镜 就能看到自己所建计所得 多完美啊 好不好啊 代价太大了 一个装修公司 舍得花一两百万 建这么一套系统吗 一个学校舍得花 上千万来搞一套教育软件 是用AR VR增长现实来搞吗 没人愿意干 最后通通死光光 因为他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市场不是被你教育出来的 没钱 你再教育 说有机出来好 也没人吃 有钱不用你教育 有的是人会吃海参暴雨 市场不是你我叫出来 是周期随着人GDP 到一定的失点的时候 自然被轰出来 第二种 盲目扩张 没有去建成一个真正好的样板 在深圳有一家企业 原来叫沃特马 是磷酸铁锂电池 在中国当时产能最大的一家 但是很可惜 七年前 两万多职员全部下岗 里面的每一件事我都知道 因为我亲历了现场 非常可惜 它的出现的失点出了问题 在中国 新元汽车还大量靠骗补为生存的时候 它的产能已经干到了全国排名前三 但自磷酸起了一件事消化不掉 只能通过在体外循环的方式来完成 那个时候的宁德时代 是一个很坚韧的坚韧者 没有大规模的扩张 没有参与这些无聊的游戏规则 反而在认认真正的打磨样板 今天宁德时代 成了万亿级的市值的标杆 波特马原来高峰时期几百亿的市值 跌到了退市 起步其犯的第一个错误 市场没起来 你现在全中国建个一万亩有机事代员了 等死吧 市场没起来 你现在全中国去推广元宇宙了 等死吧 一个理性成熟的企业家 在第一个阶段就干一件事 做一个样板标杆 如果你做制造业 做一条产线就够了 如果你做连锁行业 做一家门店就够了 围绕一个产线一个门店 不断的优化样板 什么样的样板 未来才能够规模化的复制和扩张 走什么技术路线 未来这个产品 才能够规模化的复制扩张 这个事情最重要 这个时候的试错成本也是最低的 看似你一分钱没有赚 但是这个时候 却影响了你未来 有没有资格能够快速扩张 否则都等于白干 到了成长期 这个时候市场开始出现了 面对一个规模化扩张的市场 绝大多数企业家 最容易犯了几个错误 拒绝合作 什么拒绝合作 因为你日子好过了 你日子一好过发现 你自己都扶不过来 反正像很多人找你合作说 我不合作 我不缺钱 不缺资源 我现在还试乱不过来 去年我赚200万 前年我赚500万 今天我赚1000万 明天我赚2000万 照这个速度超过巴基特了 就是时间问题 所以拒绝所有的合作 实际上加入你 跟你一起来分享未来的蛋糕 不用不用 我自己活得很好 不需要你们 第二个 打磨产品 这个时候反应过来了 发现自己的产品不行 发现别人活得越来越好 我的产品没上来 反过去重新打磨产品去了 等你打磨了两三年 市场都结出战斗了 多少企业家 在这几个问题上面 犯了历史性的关键错误 在难得的成长期 没有发狠地干 第三个周期 叫成熟期 我问大家 你的竞争对手 什么时候进入这个行业最多 成长期比较最多 因为大家都赚钱 成长期的前半段 进的人多 还是后半段的人 进的人多 后半段 因为一个人赚钱了 影响了十个人 十个人赚钱 影响一百个人 一百人赚钱 影响一万个人 你一个人突然应场 所有人就结出战斗了 商业就是这样 早前大家抖音 没有人带货 越来越带货了 十万人下江南 开始做抖音 谁也赚不到钱了 所以你发现 成长期的后半段 就是一个市场的 game over的试点 所以成熟期势必到来 在成熟期 一个企业应该干什么 比方说 上海渔资中心 开到300家的时候 已经进入到 成熟期的量级了 因为离最后的 峰值400家 已经很近了 如果那个试点 快要到来的时候 收手很重要 一旦到了成熟期 接下来就是过胜期 上海400家的中心 是收不住的 肯定要开到五六百家 因为往往最后 大家加入的时候 在成长期的末端 全部封印进来 你拦都拦不住 一旦过胜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 战役开始 这个时候 要提防别人 要抢你客户了 因为早前成长期的时候 大家没有互相抢客户 全都是大量的 空白市场 各自去拿一杯羹 但到成熟期 我要抢你的用户 你要抢他的用户 大家玩手段 先搞价格战 再搞现金流战 再搞各式各样的东西 要上去 拿手段抢客户 这个日子必须会到来 所以为了迎来这个日子 你要提前做准备 手上得有家伙 否则你怎么应对这场战役呢 成熟期 就是存弹药的事 成熟期之后 市场进入了第四阶段 整合期 什么叫整合期 市场还在这个当量 上海有7.5万个妈妈 每年在住月中心 但是上海的供给量 到了四五百家 每个月中心都吃不饱 为了抢客人 就要开始打下个战 你15万我14万 你4万我12万 你12万我8万 我8万我6万 打各式各样的战役 整合期是异常痛苦 而且在中国的创业者 能熬啊 我跟你死磕 你50我50 我们一起干了80岁 看谁熬死谁 中国的创业者都不认怂 美国人不这样 美国的企业家非常理性 美国企业家卖公司是个常态 一旦一个公司进入整合期 发现自己没能力 立马撤 要不我卖给别人 要不把公司一关 寻找下个战场去了 绝对不恋战 中国人不认怂 老子不相信了 熬不死你 整合期就是这样 各位整合期你要干什么 说到了很核心的问题 小孩子打架 10个人搞成一个小联盟 是打另外50个孩子 还是打一个落单的一个小孩 那肯定先欺负那个谁 落单的小孩 整合期的本质就是这样 70%人要离开这个市场 这70%人不离开这个市场 这个行业永远没有好日子过 但谁被离开这个市场呢 自己金刚钻没有的 自己主动撤出了 被降维击打的抢客户抢走 或者被什么 群殴的 总之都是一批不抱团的人 当然除非你是老大 你是您的时代 我不抱团 我把你全干死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大部分人要学会抱团 要整合 但我说的整合 不仅是同行整合 一页要整合 能理解吧 比方说您的时代 我不光是要整合同行 我可能要整合上下游 整合理矿资源 整合幸运汽车厂 把大家连成个联盟 共建产能 共建产线 我要锁死这个产业链 让别人不能抢我 而我能往外攻 所以各位 整合期打击 就是孤立竞争 但是一个专业的赛手 不会等到那天来的时候 我才做准备 而在起步骑的时候 标准样板要很好 在成长期的时候 疯狂固然有蹲位 在成长期的时候 我要囤积足够的两采弹药 以能够在整合期的时候 我能够活得好 能够有机会走到终点 什么终点啊 当70人最后被退场的时候 终点出现了 涅槃期 二八分化 剩下的百分之二三十人 活到了最后 这个时候区区区之间 再进行巅峰一战 广东的一把手 跟浙江的一把手 谁能把谁消灭 如果消灭不了 进入了最后的本派状态 京东跟阿里互相打不死 不过手言和 我不搞你了 你也别搞我 这叫最后的涅槃期战役 各自都有强大的市场 产品壁垒 而这个时候 一个企业 它的整体的规模 是之前的几十倍 为什么 因为大部分京东对手已经出局了 而这个时候 利润开始全面回复 不再是整个期 大家打利润战 打成本战 打现金流战 而是你好我好 卧后言和 你维持你十个点的利润 我也维持我十个点的利润 虽然只有十个点 但我们的规模 都上了几十倍的量 收购期 是第六段真正的周期 这时候一年的收益 可能会超过过去 十年成长期的总和 这才是真正的大千 收购期是重点吗 还有第七段周期 变革期 因为人均GDP还没有停止 从两千到五千 从五千到一万 从一万到两万 从两万到四万 只要人均GDP又上市 这个新台阶 新的变革期出现 如果有同学 有机会进入收货期 你要记得 你千万不要躺在功劳簿上 你的核心战略 叫生态赋能战略 成长生态赋能 会员犯了最大的一个错误 就是没有布局变革期 怎么布局 非常简单 如果回到2010年 我只要给会员老板 一个建议 拿出三五亿的资金 做生态布局 什么叫生态布局 会员掌握全中国 最大的渠道网络 最大的品牌背书 最大的生态供应链 最大的农产品 我只要做一个事 你们这些体察 耐血 NFC 所有的新鲜的元气森林 你们这些品牌 在出现的时候 需不需要渠道 需不需要庞大的供应链 需不需要终端的品牌影响力 需不需要资金 我拥有全国最完善的体系 你们只需要加入我 让我成为你的二股东 我在孵化和布局 所有未来 在国影这个类目里面的 新鲜的 变革性的产品 你们所有人 用我会员的体系去发展 既节省了中国 大量的产业资源 同时也能将会员 带到了下一个战场 所以做企业是一种 原生智慧 像马云 像马化腾 就没有再犯这个错误 当腾讯入中天的时候 当阿里巴巴入中天的时候 马云 马化腾 在布局大量的 变革性的产业 把未来所有可能 变革你腾讯 变革你阿里巴巴的场景 全部锁死了 利用你的吨位 当然这是一个 最高级的打法 所以阿里能够持续 十几年 不断地推人出行 腾讯也能够 一直在巅峰状态 但有些人回到收货期 就进不着变革期了 他被下一波浪潮 派死掉 当然讲到这里 有位同学 可能自己心里面 已经量了半钱 说我的人生 大概率就在 起步机成长期里面赚了 干过去 我再换个行业 我这辈子就这么着了 并不是这样子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大家就明白了 2020年 蒙诺要把新华路门店 就是所谓的知爱 给收购 就收购他们一个门店而已 大家知道 我为什么一定要花 600万现金加600万股份 为什么一定要花这个代价 去收购这个门店 就运动这个思维 因为在上海的浦西片区 客单价在15万以上的客人 他为二的选择 就是蒙诺外滩 和新华路旗舰店 但是蒙诺那个门店 为什么不赚钱 就是因为相隔8公里 有个新华路的知爱门店 比方说某明星 跑去蒙诺 说多少钱呢 说15万 掉头就跑到 知爱的新华路门店 多少钱 蒙诺开多少 15 那我就13 我们说他13 我们11也能做 11 9 7 6 5 3 2 1 0 只要你出来 我这是给我面子 绝对不能做 定义最重的块 到时候负20 给人家20万 人家才过来住 为什么 明星有流量 有带动效益 有天力吗各位 没办法 是因为有整合期 有竞争所导致的 所以蒙诺 一定要把那个能力给拿下 恰好发生了2020 其他人都不敢出手 说实话 当时我准备的弹药 哪怕把公司 所有钱都往上干 不要把那个门店拿下 拿下新华路 那个门店之后 我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涨价 每半年 每个房间涨价1万 两个月的中心 每个25个房间 意味着50个房间 一个月我多赚50万 一年多赚600万 一年涨两次价 多赚1200万 到现在提了四次价了 两个门店 多赚了3000万 因为买科蒙斯包的人 不可能缺这1万块钱 我就变成了 普希的高端上的垄断 没有竞争对手能进 能听明白吧 在极其名领域里面 你也可能会穿透 整个期进入涅槃期 所以当时啊 这场仗对我来说 心惊肉跳 为什么 一旦他把那个月中心 给拿下 完蛋 又重新进入整个期了 接着互相 15 13 12 11 怎么干 所以当时还好 没人看得懂 被我拿下了 这就是周期的 关键时点的关键决策 所以什么叫做 踏对周期节拍 躺着影 踏错了 你就努力输 该扩不扩 该停不停 该整不整 你每一步 都是玩仿方向走 每一步的踏错 这个节拍 你说这场战役 打得出多难看 所以今天我教会了大家 节奏感 我只给大家提个心 未来 你面对的这个产业 无论它在整个期 还在成长期 还是起步期 你要知道 七段周期的 根本的规律 踏对节奏 就能够战胜 90%的对手 年轻松 thing 二人 明天 五月